1946年,云南台族同胞穿越深山野林来到这里开墾框地,失利了纳户村。 虽然地处森林,但纳户村还是躲不开战火。 六枚炸弹连投此地,给纳户村造成重大损失,夺走了当地24人同胞的生命。 如今,敌机轰炸的痕迹大多已经消失, 但对该村的年长者来说,战争交诚的悲伤和痛苦依然鸣鹤于心。 纳户村的后面是死于那场轰炸中的24名纳户村村民的安息之地。 每年4月,村里都会举行戒日,面怀已故的同胞。 战争已经过去多年,当地村民也久过了悲伤, 建守该村同性协力实现脱贫。 在党和国家的关注下,近几年来, 针对善去少数民族的一系列帮扶政策持续落地, 使当地人民群众生活不断得到改善,经济社会发展兼有起色。 同胞们,信仿一处想,同性协力搞好家庭经济和集体经济。 我们村干部集中指导村民发展经济, 建立了鲤鱼高校养殖模式,鸭子养殖模式等, 吸引该村多个户人家参与。 打破以往水稻淡利种植模式, 向经济结构多样性迈进, 当今的那户村正在实现脱贫致富, 春 rũng春 mau khoa rán y xin, 分 miếng xin phần, vây rán成分。